先让大家看这个文章吧 就是我们的脂肪 脂肪如何燃烧的 因为大家都比较关注 就是脂肪的由来 和我们的甘油三脂 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跟健身无关 我们只看到这样一块 我们从这里开始看 他这个文章是 标题是这个样子 我们既然要知道脂肪如何燃烧 我们就要知道脂肪如何合成 就是他这个 少合成就是燃烧吗 好 我们在这里面 简单的看大家一句话 什么叫做甘油三脂 甘油三脂其实就是脂肪 所以大家要理解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主要的就是 半液体化的甘油三脂 就是你只要是血液当中的 甘油三脂高 你不用管你的胆固醇高不高 你也不用管你的什么 高密度低密度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你就要知道你的甘油三脂 这就是一个 我们自身在血液当中的 一个脂肪量的一个基本游览 那么脂肪 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过 它是有一定的生理作用的 第一提供能量 储存能量 这人的一个生理机制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文章 但是当代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都不需要储存和提供能量 因为你天天都有能量 脂肪其实是在吃不上饭的时候 来给你分解临时功能的一个储存型仓库 但是当代的人类不太缺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隔热保温 还有其实它除了保温之外 还有一个作用是保湿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点皮下脂肪 如果说没有皮下脂肪的话 你的温度会低 你的水分也会少 这样的话你的皮肤 你的人会感觉到更干瘦一点点 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左右 就是防止缓冲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 这就是我们要懂得 人太干瘦了一定不行 好我们再往下看 它怎么合成的 这就是说脂肪怎么来的 你会发现 并不是你们所吃的脂肪带来的 而在这个里面的话 脂肪是一种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自己合成 这就能够让你们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的很清淡 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你们想进入纯净生活 一定要找你们的老师 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所吃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看很多人就是 一碗青菜 然后粉 一个米粉 然后加上几根青菜 这个就是大家认为的 你们很多人认为的清淡饮食 早上一碗粥一点咸菜 这就是很清淡很清淡了 但是你们会发现 你吃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之后 血糖会把它在肝脏里边 重新合成肝药酸质 所以吃素的人脂肪肝很多 最明显就是看到 我们很多寺庙里边的出家的师傅 他们肯定不会吃肉的 因为他们是出家人 寺庙里边也不会给他提供肉 但是寺庙里边 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素面 我们都在寺庙里边吃过斋饭 素面是什么构成的 面条 香菇 木耳 黄花菜 豆腐 然后浓浓的酱油 这就是我们都常见到过的 寺庙里的素面 这样的一餐是百分之百的增肥餐 因为它都是可以 因为它里边符合什么 第一 它有糖 有米 有面 还有它有第二个 那么什么呢 油脂类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的巧克力 就包括火锅等等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种形成乳糜颗粒 但是在这里边又看到了 比如说 某些不饱和脂肪酸 像亚麻酸 亚油酸 两个人体都需要 本来是需要一比一 但是我们人体又合成不出来 但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太多人吃的是什么呢 亚油酸 就是Omega-6 就是我们缺胳膊短腿吃了一半 就像我们吃蛋白质一样 蛋白质没多少 热量太高了 但是你吃的油又不会吃 少吃了一半的油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问题 好 在这里面 他这边给大家画了一张图 对不起 这文章被我给划过去 我们看个张图 在这个里边 他划了一张图 这个我们就不用管了 那么在这个里边 那么燃烧的这个过程 他后边也讲到了 包括一些脂肪的动员等等 物质的一些参与等等的 那么脂肪酸的一个氧化过程 给大家讲一些这个 相对来讲简单的一些知识吧 那么这个文章当中 给大家简单的划过一下 那么长时间的有氧运动等等的 所以说 在这个里边 我们要理解的是什么呢 脂肪就是我们 我们先不管它怎么没吧 我们先说 它自身的一个问题所在 首先大多数的脂肪 是由于我们吃糖而来的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再看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脂肪长在哪里的问题 脑袋大脖子粗 不是老板 就是火夫 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 你会发现脑袋大脖子粗 不是老板 就是火夫 这句话在怎么样的一个由来 火夫是什么 火夫是烹饪菜肴的 他们嘴边是不缺东西的 我给每个客人的菜 我尝一口 就每天尝这一口 它的食量 其实就已经超过了 人类的正常摄入 而老板嘛 老板是什么呢 有钱 在中国人以前的 有钱的概念当中 一定是吃的 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 中国真正很多的大老板 身体是很瘦很瘦的 因为大家慢慢慢慢的 开始有了这种知识 现在你会发现 脑袋大脖子粗的人 还真的不是大老板 因为只有他们会沉浸在 以碳水呀羊肉串啊 炸酱面呢 这个猪油拌饭呢 以这种食物为快乐的 这个基础当中去 你所以说这样的话 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来我们简单来看 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来 他这里边呢 也画了一张一些图片 就是描述了一个 当我们自身脑袋大 脖子粗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意味着是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当中 有很多的这种内脏型脂肪 那么在这里边 心脏会被脂肪所包裹 导致这样一个问题 好 在这里边 肝硬化 肝硬化这个问题是导致的一个什么 这张图它就没有截取权嘛 我们就不太管它了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要关注的是我们的颈椎的附近 就是贴着我们的颈部所研究的 大家自己去量一下 男性38 女性35 那么还有一个腰腰系 腰腰系 这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的 我们的腰围 臀腰比 但是有一个点 是我一直在给大家讲的 大腿粗点 不用怕 为什么大腿粗点 不用怕 大腿越粗 你的血压风险就越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 血液回流到心脏的这个过程 完全靠我们腿部的肌肉 那么 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养成一个去练腿的习惯 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阿姨 就是很多的人年纪大了之后 特别可惜的就是 没有在年轻的时候 让自己的腿变粗 所以年纪大了之后 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 血压的问题 还有呢 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的回流压力不够 心脏靠它自己的跳动 它就是块肌肉 它跳动 把血输送到了全身 那么我们腿部的血液 想要回去 靠的是谁啊 靠的是血管的压力 这个压力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你的肌肉 你的肌肉 你的每天 如果你肌肉弹性很强 你的血管壁的压力大 它的回流速度就快 那么这样的一个顺畅型的工作 才是我们人类正常的一个价值 这也就是大家能理解的 为什么人类的肌肉 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腿部 这几块大肌肉 因为它要保证让血液的这种回流的状态 保证着一个完整 其实除此之外 前两天我还收到一个案例 我们的一个伙伴跟我反馈一个60多岁的阿姨 说是30多年前 那么因为打羽毛球造成了一些伤害 但是这次又是去打羽毛球 然后造成了腰椎 胸椎 胸椎部分的也说不清是骨折 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个损伤 其实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相信一点 人体是有保护记者 这个阿姨现在很痛苦 每天在直播间 我也想大概跟你描述一下你的问题所在 因为你通过老师把问题反馈给我了 你的老师反馈给我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个运动本身 一定要持续性的去做 如果你没有持续性的做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热身 像这个阿姨应该是很多年没有打羽毛球了 那么打羽毛球 为什么会出现了 这个打完球之后躺着 现在都躺不住会很难受 因为你作为挥拍的这个动作本身 你的胸椎 你的两边的肌肉 没有能够柔软下来 你两边的肌肉没有了弹性 你突然间一做这个动作 或者说你突然间一个捡球的动作 你的胸椎 搭打 错了个位置 这大能理解吧 因为你打羽毛球是要转的 那么你胸椎这样的 一旦错了一个位置的话 我们很多人的症状会出现什么呢 叫做椎间盘突出 腰椎突出 就是年纪大的扭腰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但是打羽毛球的时候 这个阿姨出现叫做一个扭胸 胸椎间盘 就是胸椎开始错位 胸椎一旦错位之后 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 你两边的肌肉一定会僵硬起来 因为不要让这个胸椎错位到无限度 它不能断掉 你稍微一错 两边的肌肉就紧起来 固定住这个胸椎 这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我们在一棵树错开之后 边上给它绑铁丝 而你不会绑布 因为你绑布的话 你阻挡不住这棵树的倒掉 你就会拿铁丝把它绑住 牢牢的给它固定住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胸椎的一个 错位的一个基本由来 而这样的一个错位的结果 导致了你两侧的肌肉的紧张 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脏器 我们跟他讲过很多次 从大脑到我们的四肢的 所有脏器的神经 都要穿过什么的 我们的脊柱 那么当你产生了胸椎的错位之后 你会周围的和它相关的 甚至腰上腿上的所有的 它只有跟颈椎没关系 因为胸椎是在颈椎之下 你这里的错位和颈椎道关系不大 但是它会压迫到是什么呢 到了颈椎分叉 大家可以把神经想成这个样子 到了一个路分叉 到了一个路分叉 那么所有通向你的腰 通向你的腿 通向你的下肢和前胸的神经 都要经过胸椎 你这里的肌肉一紧 会把周围的神经紧紧的压迫住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你只要是一有洞 你会两个地方的难受 第一个 你的胸椎在错位 错位的时候 那么它 你只要一动的话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 我遇到过一个腰椎错位的人 四十米 大家记住啊 是四十米 走了四十分钟 因为它一动就疼 一动就疼 因为你这里在错位的时候 你只要一动 你的周围的僵硬的 这个肌肉 就会压着你周围的神经 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给这个阿姨的一个建议 很简单 第一 一定要采取抗炎饮食 因为你的肌肉在发炎 这个要把它控制好 内在之外 然后在外部 可以在局部强化一些按揪 强化一些通络贴的这个使用 那么让你的局部的肌肉放松 在放松的时候 趴在床上 由家人给你揉一揉你的胸椎 大家不用怕 揉不断 我们的 你只要让它动起来 你记住 人就是这么神秘 你知道这个 我们都见过小孩子胳膊脱臼 你觉得脱臼之后 是人家的医生给你揭好的吗 不是 是他给你拉开了 你是不敢拉 你只要是敢把这个孩子的胳膊 向外拉 脱臼是什么呢 你的胳膊这边 它错位了 卡在了一个地方 它回不去 孩子会疼得不得了 医生在干啥 我给你拉开 拉开之后 这个你的 你的骨骼和肌肉知道 它是想回 回不去而已 你只要把它拉开 它一定就回去了 你会发现我们在做整骨形条理的时候 都是把人向外拉 你发现没有 我们所谓叫拉伸 脖子也是向上拉 胸椎也是向上拉 腰椎也是向上拉 不是给你推回去 而是给你拉开 拉开的这个一瞬间 你的骨骼自己能找回到这个位置里面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理解的是什么的 肌肉啦 脂肪啦 神经啊 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的关系 理解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 其实人类的所有疾病都是非常非常好控制的 但就是说千万不要出现气质性的问题 这种错位啊 紧张啊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处理的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样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什么呢 还是关于脂肪的 我们要有肌肉 但是呢 我们就不能有脂肪 为什么要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边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脂肪过多会引发炎症反应 这个文章呢 因为我们给大家带大家过一下 那么在这个里边看到没有 2020年发表在哪里呢 发表在什么 发表在知名杂志自然通讯上 在这个里边包括肠道菌群重建等等的诸多问题 那么我们一直给大家讲过 白色的脂肪是什么 它里边会分泌一种干扰素 引起来什么呢 炎症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脂肪 除了棕色脂肪 大腿上长的那种棕色脂肪之外 那么这样的一些白色的脂肪 都会产生一种炎症型的内循环 那么在这个里边 那么好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肥胖是万病之源 其实就是核心的原因 肥胖者自身带有着大量的炎症因素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 大家才开始慢慢的一个开始研究了 研究了什么问题呢 那么肥胖的健康风险是什么 那么大家会发现 肥胖的饮食结果 大家看看这句话没有 肥胖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吃的多而已 它能够比这种饮食过多 或者运动不足要复杂很多 那么专家会发现 这些多余的卡路里 会改变细胞行为 影响免疫系统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其中这个问题的 其实也谈了很多很多 好 我们再问大家看 如何减少腰部的脂肪 那么这句话 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很多次 这句话是什么呢 你既然能够堆积在腰部 你只要有脂肪 它一定会什么呢 堆积在我们的心脑血管上 这是哈佛大学 纸类研究中心 康景轩教授 因为这个文章的话呢 就是叫康视健康说 康视健康说就是我们下午要给大家讲的这本书 哈佛大学医学院指的研究中心的科研主任 这个康景轩教授的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基本上也可以讲到这样一个问题 来我们看看 包括堆在这里的话 堆在肝脏 肝脏是柔软的 但是呢脂肪细胞自身 只要是你的肚子大 你一定会有脂肪性肝炎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当于其实你说病毒性感染引发的肝炎 引发的肝炎呢 说实话我们难以预防 那么打打疫苗啊 也只能这样子 但是呢有些伙伴呢 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不懂得注意饮食的控制 出现了脂肪肝 那么这样的一些脂肪肝的情况 它也是一个人为型的肝炎 如果这个你不去控制 那就属于叫自找麻烦 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你知道原因 你也知道这也是肝炎 无非就是说诱发因素不一样 那么一个是病毒引起的 一种是免疫引起的 一种是呢吃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脂肪肝也会引发肝硬化 也会引发肝癌 一个道理它都是炎症 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好 我们在这里面 就是要再三的给大家强调 兽人也会得脂肪肝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自己的话呢 一些生活方式 脂肪的储存部位不对 营养结构不对 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好 还有一个 其实就是脂肪心 叫心肌的脂肪秦润 其实大家会发现 因为脂肪自己会成为一个炎症的释放因子 它堆积在哪里的话 都会直接给我们提供炎症的因子 那么周围的环境会直接秦润入 所以很多伙伴的话 肝脏不好 也是因为脂肪 肾脏不好 也是因为脂肪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看见没有 这也就是大多数年轻人 现在或者说90%以上的中国人 所常见的问题 高脂肪高蛋白食物 但是你们吃的不是纯净的高蛋白食物 就像刚才梅斯医学所讲的 大家吃的是什么呢 高能量高蛋白 就高能量蛋白 就是把高蛋白食物的就包括一个好好的虾 你不把它煮着吃 你非要把它炸了 你非要把它做油爆 你非要给它做了一些精加工 那么你把它的 它把它的蛋白质和能量的比值给大家改变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 你会发现一点 看到这句话了没有 腹部脂肪增多后 腹部脂肪中的Omega6也会增高 所以这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这里边给大家讲到过的 来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没有 这就是刚刚那个阿姨出现的这个问题 运动可以提高新陈代谢 但是呢 什么叫做剧烈运动 剧烈运动和过量运动 不在于大和小 它有一个相对和一个绝对 当你已经五六年没有打羽毛球了 五六年没有去爬山的时候 你突然间去爬山 这对于你们来讲就是剧烈运动和过量运动 所以为什么说我每天会坚持一个小时的运动 这就要保存一定 你越这样去做 你自己的话呢 就不太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这种受伤的问题 因为运动过量 我就说这个阿姨打羽毛球的阿姨 她就处于一个持久不打 或者说一个动作发力过猛 或者说开心了之后 可能一个动作的这个方式不对 导致的一个肌肉受伤 颈椎腰椎的拉伤 这个阿姨恰恰是她打羽毛球的时候 扭伤了 她不是颈椎 不是腰椎 她是胸椎 就是她或者说是胸腰里连接的一些部位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样的一些位置的话 都是要重点做一些保护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也谈到了一个观点 那么 科学养生是三分靠练 七分靠吃 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说我们不锻炼 我们只把吃管好 你竟实现了70%的作用 那么你要理解 就包括他这里边提高 Omega-3的摄入 那么降低Omega-6的水平 等等等等 包括抑制脂肪酶 这个道理给大家讲了很多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理解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给大家所规划的 这个纯净生活 抗炎自救 是一种最经济实惠的办法 我们每一个产品的设计目的 其实都是由他针对当下的一些原因所在 所以大家以前很难理解 就是我能喝牛奶这么便宜 我吃蛋白粉干嘛 但是你会发现 你要能喝得起136的牛奶 你跟他的价值可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会发现 这就是因为一个四涨环境的不同 就是一个会造成物质的结果不同 但是130一升的牛奶 它里边的蛋白质大概也只有不到40克 因为蛋白质它是没办法提升上去的 也只有40克左右 所以你要这样相比的话 我们的一包蛋白粉的大概的蛋白质量 就有30克左右 我们一包蛋白粉就大概等于 它完全的一升的蛋白质的量 而且这里边的话还是个综合蛋白 你如果说会生活的话 想追求性价比的时候 一杯蛋白粉 我加一点亚麻籽油 和它的蛋白质的状态是一致的 而且它自身所提供的 Omega 3跟Omega的比值 甚至还会更高一些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方式 就能够理解 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是一个高性价比 而且综合考虑了当今社会诸多因素的一个健康方式